捍衛環境 打擊犯罪 在彰化檢警調環平臺 破獲了流竄全臺廢制 棄制的廢墓財集團 一共是起訴了四十九人 查扣機組五六十九臺 那麼彰化縣長跟彰化地檢署 檢察長也召開共同記者會 宣示要合作 把不法業者生之以法 一大片廢墓料被非法堆砌 遭到檢警查獲 這是彰化檢警調環平臺 聯手破獲的環保犯罪集團 為捍衛環保正義 打擊不法業者 彰化檢警調環團隊 與縣長王惠美 是共同宣示辦案決心 並刺破黑氣球 象徵戳破犯罪集團 假在利用真氣質的謊言 四個單位共同透過科技來偵辦 所以讓你跑也跑不了 王惠美表示 彰化檢方成立的檢警調環平臺 指揮團隊是用科技偵查破案 目前已經起訴四十九人 另外還將以違反土地使用規定的地主 罰款六至三十萬元 展現縣政府打擊爛道的決心 記者綜合報導 詞綜合儀 總統 danc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